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感到被爱有价值受尊重 一个妻子会使你这个丈夫 一生有益而无损的都不是外貌 圣经讲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外貌 而是她的才德 是她里面的生命的美 才会叫你一生有益而无损 你的配偶是上帝的恩赐 能够满足你80%的需要 可是你若一不小心 就会只看见对方缺少的那20% 所以弟兄姊妹 我学习只看她的优点 看她的长处 看她所付出的 我就为她大大的感谢神 赞美神 所以至于生活上的冲突 个性上的不可能 那就都是什么 笑死